截至目前除了日本奥运之外 在全球还有多项的体育赛事 受到了中共肺炎疫情的影响 我们为您整理如下 篮球方面 美国的NBA无限期的停赛 而足球部分 欧洲五大联赛相继的停摆 网球四大赛的法网 也从五月底延后到了九月下旬 而羽毛球部分 包括雅宇、世宇都推迟了 原定四月份举行的雅锦赛 而在台湾 中华职棒决定 今年的球季将不再延期 将在四月十一号 在桃園棒球场闭门开打 就是终止史上第一场 一军的关门比赛